我告訴你,林鄭哥 冤有頭債有主 當日你當市長的時候 看到一個話笑場 沒有帶資料來問他 之後你就說全民孤性就是告我 問文化孤王當性就是告我 那你現在 鄭若說怎樣 大哥,他出書的 教書的 說建築物條例的實踐在香港 大哥,身體力行 很壞不壞 警察拿了一些 控方的證據給我 成立了一份 就是法律意見 法律意見就是 律政市民出面的大狀 到底朱凱迪議員和 國衡議員可不可以報 都沒有 搞了很久 那這個意見是什麼呢 可以報 朱凱迪議員和 兩國議員都構成 要遲到法律會上 那麼 朱凱迪議員就 逍遙法外 是不是 就針對我 是不是 政令和聖書有什麼分別 都是中國人 都是香港人 這個法律意見在我手裏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是不是玩 我現在問你 朱凱迪議員 是不是兩國很合理 是不是 林鄭月娥說了 多謝林鄭月娥為市長 全不姑息 放馬過來 是啊 賤格到這樣 我現在想問 我現在答一答 那個法律意見 拿了之後 你拿了錢之後 為什麼那法律意見 可以不聽 怪我 阿哥 說什麼 在這裡 賤格 我告訴你 林鄭月娥 什麼叫憲制新秩序 阿哥 你那個鄭月娥 是專家 是專業人士 是法官 是委員會主席 我不知道 是錯的 我跟你說 你罵別人大律師公會 說這個一記兩點 就是精英心態雙重標準 你是什麼心態 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心態 狗屎精英心態 特別雙重標準 你罵他大律師 罵得這麼爽 什麼叫包容 你包容一下我 什麼叫絕不姑息 阿哥 你說什麼 什麼憲制新秩序 你憲制新秩序阿 我告訴你 林鄭月娥 佛說憲制新秩序 請你想想你們的憲制新秩序 憲制阿 你懂嗎 要我解釋給你聽阿 浪費時間 盡量高 盡量收人的公帑 盡量雙重標準 盡量精英心心態 林鄭月娥 消費時間 消費時間 完成 讓你 找到 我 不可 我 找到